关注新闻焦点解析话题观念 优势频道YouChannel焦点话题 关注新闻焦点解析话题观念 欢迎你一起来关心本周的优势焦点话题 我是程志斌 上周六也就是3月25号 United Airlines联合航空公司举办了一场 该公司新型的777-300ER客机的 Polaris北极星商务舱的国际线首航仪式 我跟湾区几位华文媒体朋友应邀前往官里 并且实际搭乘了这架首航班机前往香港 而除了体验他们全新商务舱以外 我们也在联合航空的安排之下 拜会了香港的美国商会 这次接待我们的有三位 一位是才刚刚上任六个星期的 香港美国商会的会长Terra Joseph 她之前是路透社的资深记者以及电视主持人 在香港已经住了15年 另外还有曾经担任香港美国商会董事的 Hamilton Advisors顾问公司的董事长Robert Greaves 她以前当过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 另外还有一位就是香港美国商会 政府及公共关系总监曾国平理事 会谈一开始 Terra Jones首先介绍了香港美国商会的宗旨 是促进自由流通公平开放的贸易 另外该会也致力于建立会员间的联系网络 目前这个商会有24个委员会 各行各业的会员大概有6万个 当中有大公司也有初创产业 每年6月香港美国商会的代表团会造访华府 了解国会近况 并且与相关各方交换关于香港与亚洲经贸的资讯 还有意见 香港之外亚洲各地如上海 广州 北京 新加坡等地也都有美国商会 各商会每年也都有举行年会 分享亚洲各地经贸现况与愿景 并且提供相关策略给华府当局 由于我们造访的前一天 香港才刚刚选出了林郑月娥担任新的特首 因此也有记者朋友问到特首选举方面的问题 对此商会的人士表示 美国商会是非盈利机构不参与政党活动 纯粹提供商业服务 因此不评论政治 但是商会跟林郑月娥合作过很多年 往后也将会继续合作 他们也提到林郑月娥在国际贸易领域投入了多年 参选时也曾与香港跟全球商会的人士误谈 就国际贸易社群而言 香港商会乃至于全球的美国商会 都会乐见林郑月娥与商界继续保持良好的关系 此外会长也提到 香港目前面临的挑战 是如何与中国急速成长当中的环珠江口湾区 包括深圳广东等等沿海经贸区的串联接轨 这个区域产值占全中国GDP的30% 商会期待有更好的基础建设 能够串联湾区跟香港 同时也跟中国急速成长的企业联系起来 会中同时也谈到了 香港政府已经很明确的宣告 要推动智能城市 商会也会密切关注政府推动智能城市的进度 以及企业参与的情况 最快下个月 美国就会有一个贸易委员会造访香港 香港政府希望在环保上加强 使得香港变成更加宜居的城市 而美国的贸易委员会也会密切的关注 希望让香港更清洁更环保 同时也更科技 此外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也就是俗称的亚投行 Asia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上周刚刚批准了香港加入 将能够提供香港智能城市开发的蓝图 香港最早可以在6月份加入亚投行 商会认为 这对香港十分的关键 因为香港是金融业与法律服务业的关键提供者 商会认为香港加入亚投行之后 香港的企业可以大大参与 更多智能城市的硬体建设的项目 这对亚投行来说也很重要 而在记者问到香港的美国企业 怎么看待川普总统的新经贸政策 强调要把商机带回美国这样的说法 商会表示 此间的美国企业一如往常 美国在港企业 并没有感受到任何显著的变化 而香港的美商也跟世人一样 密切的关注华府当局会怎么做 尤其是美国退出 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协定TPP之后的走向 Terra Joseph会长特别提到的商会 从一开始就推动美国加入TPP 她表示 香港美国商会对川普目前还持开放的态度 因为商会不是政治导向的机构 当然 商会也跟世人一样的关注 美国经贸政策会如何的改变 将在六月访问华府举行年度会谈的时候 更进一步的了解 还有沟通 现在谈都言之过早 另外她也提到了 外界对于香港政治有相当多的关注和忧虑 但是香港的商业一切如常 她特别说到 香港是一个务实practical的城市 关心的是贸易交易能否再次达成 会谈当中大家也提到了 美国的硬体基础建设太落后 像是亚洲的机场设施就十分的令人赞叹 相信之下 美国的机场可以说极为落后 我们在美国觉得硬体基础设施要学习亚洲 但是讲到这个智能城市 又觉得香港应该跟纽约或者戏骨来取经 大家实在是应该要建立连结 并且结长不断 从这一次的会谈当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香港美国商会对于政治立场方面 采取的是比较保守 比较圆融的态度 但也从他们的分享当中看出 香港的确是一个务实的商业城市 在香港的美商 也同样以商业的出发点来关注政治经济方面的各项议题 前面提到这趟行程是由联合航空安排的 很多观众朋友都知道 联合航空公司是全球前三大航空公司之一 不过也有些华人朋友觉得 联航的飞机跟服务 相对于亚洲国家的主要航空公司来讲 可以说相对是比较落后一点的 然而联合航空这几年也真的看到了 并且还积极地去耕耘这个华人的市场 除了开发像是直飞杭州 直飞西安等的航线以外 这次他们最新引进的 装有最新Polaris北极星商务舱的77730012克机 国际线的长城航班 率先启用的就是旧金山直飞香港的航班 而且也特别专门地来邀请弯曲的华人媒体 去实际的体验 我自己不是经常搭飞机旅行的人 搭商务舱的经验更有限 因此可能没有办法提供这一方面 更明确的一些点评比较 但是从联航的动作可以看出 中国早已成为跨国企业不能忽视的市场 必须要不断地提升服务品质 才不会在市场大战当中被淘汰出局 而这不管是对我们个别消费者 或者是国与国之间建立经贸合作的层面来看 都应该算是良性发展的方向 今天的优势焦点话题就跟您分享到这儿 再次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关注新闻焦点 解析话题观念 优势频道YouChannel 焦点话题